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沫 请问 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 我像我老婆可爱做比埋伯 没问题 不过我怕死去有空前处 你慢慢来 半年靠岸 台阴人寿一直都在 以安心、可靠、诚信、稳健为本 尊重多元、关怀弱势 因为台阴人寿我不再漂流 以上广告由台阴人寿提供 这里是成年起步骤 由法务部带已认识成年之后的法律问题 比如说性这件事情 如果孩子足够到可以了解性这个事情的年纪的时候 很大的前提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要负责任的 然后你不能够伤害自己 不能伤害对方 从这个大前提之下 可能哪个家庭要去转化 转化他们可以跟小孩讨论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放出四台阶准的标准 就是绝对不可以完全不讨论这件事情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法克的电台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洛伊 听到洛伊的声音又知道 这是一系列法务部民法成年客制Podcast系列节目 由法务部和洛伊来一起 带大家认识成年之后的法律问题 大家在前面试集 其实听到很多关于民法下修18岁之后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但其实我们蛮多的观点 是从刚满18岁或是20岁年轻的角度 来看这些民法成年之后的一些议题 但是关于一些父母的观点 亲子的观点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需要今天的特别来宾 来帮大家去做一些补助 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亲子天下媒体中心副总编辑 舒戴伦 戴伦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还有各位法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戴伦 好那戴伦是这个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副总编辑 对不对 那想先问一下 就是所以平常的工作是在做什么事情 哦好 我们亲子天下其实很明显 就是主要的对象TA 就是家长跟关心教育的一些工作者 那我个人是在媒体中心负责 所以我们有亲子天下杂志 跟亲子天下网站上面的一些数位内容的报导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单位来负责总筹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就是新闻系毕业 然后之后呢 也有去出国有念了性别方面的一些知识跟学位 那后来回来以后就一直投入新闻产业 就是都在新闻媒体业工作 然后一直直到现在 因为是新闻背景的关系 那为什么选择去关注亲子这个角度 好那当然就是因为结婚有小孩了嘛 就会对这一个领域的题目会比较关注 因为我们当年那时候在那个 早期在当媒体记者的时候 其实工作都还蛮辛苦的 就是都会到半夜十一二点啊 然后下班 然后跑daily的新闻压力还蛮大的 那自己有了小孩之后 其实就更关注 就是在就是怎么带孩子这一块 然后还有一些 其实家长也会需要很多的资讯 所以我觉得后来能够到亲子天下工作 就是是一个可以很符合个人的兴趣跟专长 还有自己的领域的一个工作单位 所以还蛮开心的 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跟很多父母亲啊 跟教育工作者一起沟通 好那今天大人可能就要从这个 父母的观点 好我努力 跟大家谈这个成年的议题 对不然因为前面的这些年轻人都会觉得 成年之后这些东西本来就OK啊 对不对 会不会今天大人跟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反思 好那我想先 随便先问大人一些 关于民法之后成年的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小测验啊 是 那想问一下大人知不知道就是 几岁之后可以结婚 我记得是18岁吧 是不是 然后呃就是旧的法律好像女 还有分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对对对 那女生好像16岁 然后男生18岁 但是呃民法统一18岁之后 我记得那个是拉齐的 对 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对不起我是法律小白 你回来了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所以你对民法就是在这个身份上的关系 这个年龄其实你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 你回来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谁要跟大家讲说 就是因为民法调降这个年龄之后 身份关系它是一个变化一个非常重点 对就像刚才讲就是呃 当然所讲的就是男生跟女生都成 就是整齐化一变成18岁这样子 那那所以 但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像父母他对未成年子女 他也有一些侵权 所以民法下修成年年龄之后 那父母对子女行持侵权的时间 可能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像过去可能是到20岁 现在可能到18岁 好 那在这个状况 想要去从这个东西来切入是说 那就你的观点是说 当下当代社会 你觉得父母跟青少年之间的亲子关系 好比说他们可能对于情感 会对一些亲密关系的看法 跟过去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是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啊 就是说先不要论呃 就是这个法律的年龄 有没有下修这一件事情哦 那呃 其实在呃家庭里面 其实我觉得长久以来 在华人的家庭 其实是很避讳谈这个事情的 比如说呃 情感教育也好 性教育也好 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 那个林一涵的事件嘛 然后那那个有一句话非常的震撼 就是说我们家呃 不需要性教育 或是我们家什么教育都有 就是就是没有性教育 这件事情 那那那这个这个其实是蛮震撼的 但呃 我我我必须讲说 其实呃 在这几年啦 我们有看到呃 可能也是林一涵事件啊 也有还有社会上 更多更多的讨论 其实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 值得大家关注 熟人性侵的一个呃 数位的专辑 我觉得开始家庭里面 有越来越重视 就是怎么样呃 从小去跟小孩子谈性教育 或是情感教育 这个部分 对 然后所以这个是跟我们 我们自己那个年代 就是我不晓 因为洛逸可能很年轻 也许爸妈很开明 我不晓得 那可是我们自己那个年代 其实在家里面 几乎爸爸妈妈不太会讲 然后你遇到这个问题 你也不太会去讨论 也不知道跟谁去讲这个事情 那但是 现在看起来慢慢 是有变化了 对 但是如果提到说 诶这个年龄下修 他会不会就是让家长更紧张 就说诶我的小孩是不是18岁 自己就可以跑去结婚了 其实我我倒是 如果听众里面有家长 我倒是蛮想跟家长分享 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用紧张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的呃 就是这样的规定 我们其实台湾的那个结婚的 平均年龄的中位数哦 呃 去年我不知道 洛逸猜猜猜看 男生是31.7岁 32岁 然后女生是30岁左右 29.8岁 对那其实这个 大家其实不用去管那个法律 他其实就已经自动延后了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 就学的年龄都延长 大家可能都念到大学啊 硕士毕业 呃那你可能在学生的阶段 可能不太有人会想要去 成家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我自己的观察是 呃其实大家的成熟的年龄 都慢慢比较晚了啦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 法律上面的一个一个 就是拉齐的一个一个动作 对啊其实直接拉齐 而且他给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但其实不代表大家 一定真的会这样做 可是我觉得刚刚有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深入探讨 一下就是 因为我觉得很 要必须很严肃面对一件事情 就是民法跟刑法 其实已经修到说 所谓18岁 其实就是所谓的成年 对那所以表示说 其实而且尤其在刑法上 其实允许16岁的人 是可以发生性关系的 嗯那会不会就是 呃有个概念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其实比较大家会觉得 有问题是说 呃性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就是 觉得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不愿意去正视 去谈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更进一步是在讲说 性这个事情在女生身上 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很常 我们的社会的氛围越像是 女生你更不要去知道这件事情 男生知道就好 是 但是这会不会 好奇大人的想法是 这是一个很不健康 而且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我觉得洛伊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呃 我们现在的就是整个大的社会的价值观 还是对性这个部分非常的污名化 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在呃很多就是 比如说家庭或叫连家庭跟教育的场合 很健康的去谈性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去质疑哦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不用到民法年龄下修到18岁 我们才来重视这个事情 这个应该是 的确是很迫切需要被扭转的一件事情 因为性其实它是相当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呃 但是如果你完全避讳的不去谈 不去给他一些正确知识的话 其实他反而会呃 用自己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取得 也许是不正确的一个一个观念或知识 那这个不是更可惜吗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情 哦大家家长看到也许会担忧 哎18岁是不是小孩自己可以跑去结婚 但是也提醒提醒家长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小在家庭里面 呃就要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啊 然后也许不一定是自己心生发生 也许你们可能看剧啊追剧啊 你就可以讨论里面的一些爱情 或是性别的关系 然后慢慢去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很自然的去去接触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才你讲很好 就是如果18岁 嗯 当时我们我们先姑且称刚满18岁 对父母来讲还是小朋友的话 对他就是可以结婚 那他既然他可以选择结婚 你就必须要提前去做好准备 因为他就已经是真的是一个成年人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就是 你可能不希望18岁就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要提前都要准备好 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很重要的 是 那谈完就是可能这所谓的亲密关系的部分 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议题 关于钱的议题 因为其实在这个前面几集的来宾 其实我们都有讨论到一件事情 是因为民法今天他下秀18岁之后 其实就等同于刚上大学的 这个大学新鲜人 他可以去开户 他可以去办信用卡 他可以去办证券户 也意味着他开始可以去玩 所谓的金钱的游戏 那想要问的事情是说 因为其实戴伦是有小朋友的嘛 对不对 那你在跟未成年子女相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争执 然后在你想象 因为你的孩子应该还没有读大学嘛 就是如果他未来要去读大学的话 你会怎么去跟他讨论 他的零用钱跟生活开销 是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 我的小孩还是大概国中阶段 然后前一阵子我才跟他 陪他去银行开户 那因为他当然就未成年 我们就是法定代理人要一起去开 那真的是手续上面都要双方同意 什么这些 那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就提醒家长说 到18岁 其实你的孩子可能就是 他是可以独立去做这个事情了 那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我们没有发生太多 那个就是在金钱沟通上的一些 issue 可能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他基本上都还是住在家里 然后什么通勤 吃饭的费用 可能都还是家庭里在付 但是我觉得可以沟通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蛮忽略的那个 理财观念的教育这个部分 他其实也是应该要从很小的时候 你就要让他去 有这个习惯 或是有这个概念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其实很多家长就会问说 什么时候开始该给零用钱 然后要怎么给 就是我们自己采访 或是吸收到资讯 都是希望说他 只要他有管理能力的 你可以开始少量的给 而且你就让他去 去学会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 那他从小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到长大 他自己可能会 就会 就会比较知道说这个钱 要什么样用途 用在什么地方 不会说一到 18岁自己跑去开户 然后爸妈也不知道 然后他可能又去投资了一些 什么期货 股票 这样子 连爸妈都不晓得的这些 这些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还蛮可以讨论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 在录音前 我跟洛艺聊 说我看过一个很有趣 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一个 就是国外的儿少节目 他其实他叫做少年老板 他应该是一个澳洲的节目 然后英文名称叫做 Teenage Boss 那他那个节目 我为什么觉得他很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就设计说 每个家庭里面 可能一家人有爸爸妈妈 然后有兄弟姐妹 那他都会挑选一个 就是里面的一个青少年 那这个孩子 他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要 比如说他想要买一双很贵的球鞋 或是他想要去外地城市 看一场非常贵的演唱会 可是这个他平常的零用钱里面 没有办法攒到的 那他要怎么样子 就是说 那这个节目就说 就设计一个目标任务 就说好 那你就掌管你们家的 所有的开销一个月 你要去管管控 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支出 然后哥哥姐姐的支出 以及你自己的 那或是说你自己也可以去 有一些小打工 赚钱有收入等等 就让他做这个大掌柜 家里的大掌柜 一个月 然后去记账 然后到最后看那个箱子里面 剩下多少钱 有没有办法达到 你这个目标去买 那那个节目很有趣 当然过程中你就会看到很多 他可能会跟家人发生冲突 就是那个哥哥姐姐就说 你凭什么管我 我这个平常就是要 要这样子 然后你为什么管我 然后但是过程中 他也会去 他也会去买菜 就是他们家里面 可能平常都是爸爸妈妈去买菜 可是当他有了预算之后 他就会分配说 那我每一次 每个礼拜 我要帮家里买菜的钱 我要控制在多少钱里面 所以他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去练习 有些小孩可能最后 真的是一毛不剩 可是有些真的是剩很多 他可以达到他的任务目标 我就觉得说这个 给我们很多启发啦 就是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在 就是孩子他18岁以前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去练习的话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到底这个是20岁 还是18岁会发生的事情 这真的说太好了 对 我觉得提前练习 其实18个20 这个界限其实就 没有这么重要 甚至他前16岁 他就更懂这些事情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是有给我付卡的 那付卡坦白说 就是你怎么刷 都是爸爸会付钱 但是其实那时候 我也跟观众分享 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严格控制自己 就是我刷这个卡 是只能刷买书的 对 就是其他事情 就尽量不要碰 偶尔为之可以啦 可能偶尔吃个 比较好一点东西 就刷爸爸的卡 应该不会介意 但是原论上 就是尽量都是 控制在买书 想他们应该是 比较不会介意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提供 观众一个 可以去 如果我们观众 有这个高中生的话 你可以去想一下 对 不过我这边也补充一个 法律的一个知识好了 就是因为 即便就是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如果未来下修到18岁之后 其实18岁之后 父母对成年子女 其实就已经没有侵权的状态 但是其实根据我们明法 1114条规定 其实直血清之间 它还是有所谓的抚养义务 对 所以其实坦白讲 那个抚养义务的 里面的要件是 如果你不能维持生活 且无谋生能力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去 有抚养义务的 所以我举个例子 像我那时候刚满18岁 我上大学 然后我是念动物法律 那动物法律 它是私立学校嘛 所以它的学费一定特别的贵 那坦白讲 我记得那时候 一个学期是5万 我不太可能 只有立刻 因为我成年 我就拿出这笔钱 所以其实在那个状况底下 如果要搭配学费的话 要搭配房租 要来台北 再加上平常的这个生活 其实我是真的是所谓的 还没有真正的 谋生能力的状况 所以其实父母其实 坦白讲他 可不可以因为我读大学 这个状况 就认定我缺乏谋生能力 所以我要请求 抚养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自己去赚钱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也有人会说不对啊 他那时候就要念大学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赚钱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谋生能力的 但当然这可能要个案判断 不过也跟观众补充个小知识 就是抚养医务这件事情 当然它岁数 当然可能是一个判准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他有没有谋生能力 才是真正的一个判准这样子 嗯明白 我想如果是在一般的家庭 通常不会说让18岁小孩 就没有那么狠啊 但是但是的确 我其实因为我就 我就有联想到我之前 我之前曾经去那个 就是类似育幼院当一些服务的志工 然后在我们的社福体系 的确他们其实18岁很多都是要 就是真的要去独立生活 所以他们其实会做很完整 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 可以很顺利的离开这个机构 然后有一个比较独立谋生的能力 他们会做一些就是赔利 然后让他去培养这个能力 但是当然这个都是理想上 他遇到现实的状况 当然还是不是这么的理想啊 就是说也有可能很多少年 18岁的少年 他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是像之前报道者有做的 那个废墟少年那个issue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题目 对但是一般家庭 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 真的要提早 除了提早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之外 当然我想应该没有爸妈 这么很会立刻断这个机能 应该通常是不会啦 可能会做一些分配啦 对对对 就是一半你出 是是 等等之类 从这个小的开始 这个也不错 也就是慢慢练习 他要去做自己的那个责任区域 责任管理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讲到这边突然觉得 好险我爸妈 完全没有对我这个方面 有任何的要求 但好险我也没有乱刷他们的卡 对对对 好 那呃 刚刚谈完了一个情感教育 谈完了这个钱的部分 我们可能现在要谈一些就是比较呃 我们刚才讲结婚讲得很开心嘛 嗯 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结婚要去驱公所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那边结婚 登记然后拍照 但是离婚 尤其是当现在我们讲离婚率越来越高 对 那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去跟青少年 甚至可能也不一定是青少年的问题 即便他刚成年 他可能也会面临到说 哎爸妈要离婚了怎么办 那叫什么沟通这件事情 嗯 如果说是讲离婚的issue啊 我觉得我记得去年啊 就是有一个法官他可能就是写了一封 离婚的判决书里面 最后面有写一个给 就是他那个八岁的孩子一封 非常感人的信 我想大家如果对法律议题很关心的话 应该有有这个印象 这个新闻 那重点是 我觉得那个信里面的message 提醒了我们很多事情 就是说 其实在离婚的当下 可能他的当事人是父母亲 因为他为了要取得一些 比如说监护权啊等等 他会去想办法证明他自己多么的适合 然后对方多么的不适合 可是在这些彼此一直互相去提供证据 然后然后法官要去做这个 拿捏判定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情感是受伤的 就是不管是夫妻双方的情感 或说那个孩子 他他必须要去听到这些事情 真的是会很受伤 所以其实如果家庭里面就是夫妻 他真的走到这一步走不下去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是应该要把他分开来 就是说大人处理大人的事情 可是你还是要跟孩子表达 就是说 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 然后你可以拥有的就是我们并不因为我们离婚不住在一起 那就不爱你 那其实这个是给孩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感 我是觉得其实在现代的 尤其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开放可以讨论 以前可能也觉得离婚是也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污名化之类的 那现在其实大家的观念真的都是 你大人的事情就留在大人的层次去处理 小孩的话你要跟他有一个维系一个安定稳定的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小孩面前说对方的坏话 大家很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然后一直跟小朋友去讲说 你看爸爸怎么样 你看妈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绝对的避免 而且其实有时候他不是夫妻双方的事情 有时候是家族的事情 就是说可能某一方 父方或母方的家族就会一直去批评对方的不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不健康 这个对小孩子来讲 你就是从小孩角度去思考 你不要从大人的利益思考 对小孩角度成长过程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是伤害 对那我们来探讨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 对于你刚才讲到离婚被污名化这件事情 我蛮想再稍微讨论深入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直不断提到说 18岁就可以结婚了 那其实通常讲到结婚 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都觉得哇是很棒 你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 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结婚就是修成正果 它不过就只是一个爱情当中的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而已 那或者是说 好比说大家通常如果有人跟别人在一起 就说我脱单脱乳了 好像是单身是作为一个鲁蛇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是不是我们文化里面 一直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它是一个很棒被鼓励的事情 所以反过来讲 就是当两个人他分手离婚 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如果一个文化里面有这样子的状态 是不是在跟未成年之间沟通的时候 反而它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 就是家长他可能还是 其实真的没错 我们社会文化 但是还是对这个事情 有两个人在一起 比如说两个人决定以后 要生小孩 大家都决定说 你要先结婚 然后才生小孩 等等的 但是其实在很多国外的经验看到 其实他们有没有 就是在一起 然后生小孩 有没有结婚这件事情 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个 整个家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家庭 他的那个责任跟commitment 是不影响的 可是因为在我们这边感觉 好像还是要有一纸婚约 才能够保障所有的事情 但是就像洛义刚讨论 其实结了婚离婚的人也很多 那这个议题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在 不管是你要不要结婚 就两个人在一起的当下 当你们决定说 这个是要走长久 更长久的关系 我不是只是短暂的关系的时候 你要更长久的关系 其实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跟对方的人生规划 你们就要一起去想 就是你要去想未来的那个picture 那不管有没有结婚 这个要共同去想的 而且其实要 我觉得他要 其实有点理性 虽然是违背 违背人性的感觉 可是他其实真的需要一点 理性的讨论 包含你这个家庭以后 你们怎么样经营 怎么样理财 要不要生小孩 然后两个人夫妻的 那个价值观念 对不对 或者说家族 接不接受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都要 一并去考量这样子 对 我其实也是在高中演讲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就问大家说 那时候还是16跟18岁 对 我说好 反正现在大家在座各位 有些女生已经可以结婚了 那我问大家 人为什么要结婚 不知道这议题可能女生 比较那时候比较有感 因为女生可能相对比 男生来讲比较成熟一点 他们就会很踊跃回答 他就说 因为爱 我说因为爱就要结婚吗 他说对 我说所以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你没有结婚 就是不爱他吗 他说也不是啦 对 我说那为什么要结婚 就 那个就 就因为很爱啊 这样子 对就是我一直说 就像戴倫刚刚所说的 其实如果两个人 真的要在法律上 成立一个婚姻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它其实跟爱不爱 那个是一个 爱我觉得它当然是一定要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 判准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有很多复杂的 一个问题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 需要被考量的 对 因为我自己很讨厌 婚姻制度被浪漫化 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它就是 刚刚刚刚讲 它是一个很理性的事情 对 它其实浪漫化的缺点 就是你真的会忽略 其实你之后 你之后结婚 有所有两个人 不要说结婚 两个人在一起 长永生活 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 所有事情 都不是浪漫能够解决的 对 所以它更需要很理性 很多方面的去思考 跟讨论 去决定 对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就是 这韦里安的歌 但它这个歌没有很有名 但我很喜欢它的歌 因为它里面就说 就是 就是什么 送蛋糕 支围巾 什么 之类的 它说这是一些 就是很开心的事情 它说 那不是爱情 那是你愚蠢的 那个烦恼跟浪漫而已 然后它说 冷战争吵 你无理它取闹 它说 这就是爱情 像一杯Latte 它糖抽掉 就是 看起来好像很甜 但喝下去 其实是苦涩的 哇 洛伊太厉害了 这个歌词 记得这么清楚 可见真的非常爱这首歌 对 我觉得这首歌讲 真是太好了这样子 对 我觉得刚好 其实我们的观众 有很多是高中生 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不过在这边也帮大家法谱一下 就是 顺便去问一下戴伦 就是 因为明年嘛 就下秋18岁了 所以原则上 原则上就是父母对 这个子女的抚养 这个支付 如果先不以 维不维持生活来讲 岁数就到18岁 好 所以如果这时候 父母离异的话 那去支付 这个子女的这个抚养费 那是不是就要从 20 降到18岁 少了两年 对 我以为是这样 我应该是吧 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夫妻离婚 然后对方有付赡养费的话 是不是就付到 明年开始是不是就 他只要付到18岁就好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方面又要来帮大家 发谱一下 如果你是明年离婚的话 当然受抚养的权利 就是到18岁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在明年 1月1号之前的状况呢 那就必须要按照 我们的民法总则实行 把第三支一条 第三项的规定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明年 1月1号之前 尚未满20岁 但已经因为法律的规定 或者是行政处分 或者是契约规定 又或者是法院 已经做出判决 因为上述的种种的关系 让你的权利以及利益 是可以享受到20岁之外 剩下的 我们就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 是只能到18岁而已 好 所以要帮大家 补充一下这个法律知识 那我想延伸问 请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洛毅讲到 就是说 其实父母亲抚养子女 他其实就不只是看年龄 还有一个 他有没有独立谋生能力 这件事情 所以万一这个孩子 也都还是没有 独立谋生能力 是不是 这个离婚的一方 他还是继续对他 还是有持续需要 抚养的义务之类的 因为原则上 他们就算是离婚 但他其实 他们还仍然是所谓的 直系血清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 对他是有适当的 这个抚养的义务在的 所以这个 还是要跟官方讲一下 因为关键 当然其实是在于 那个 有没有谋生能力 这件事情 然后婚姻关系的解消 在这个血清关系上 不会就解消了 对 假如我爸爸妈 假如我爸爸妈离婚 他还是我爸爸 他还是我妈妈 所以即便我可能交给妈妈 抚养 那另外一方 其实对我还是有适当的 抚养的义务 好那最后最后就是 我们就是 刚刚是讲 当然是有讲到 所谓的性方面的事情 前方面的事情 还有离婚方面的事情 就是也想要问一下是 亲密关系上 我们讲亲密关系 先不讨论到性的事情 就是一般的这个 男生跟女生 或者是我们同性恋 等等之类的 就要怎么去跟 孩子们去沟通 这个所谓的亲密关系 我举个例子 因为其实蛮多人 在18岁之前 爸爸妈妈是说 你不准交男女朋友 他是禁止他们 做这样事情的 其实甚至有很多人 到大学的时候 他们其实仍然是 禁止这件事情的 那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刚才 讨论很多婚姻的关系 其实这些婚姻的关系 的责任 我们刚才讲理性 其实前提都是 必须在我们的孩子 对亲密关系 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 他才会下一步 那我们要怎么跟孩子 去沟通 亲密关系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真的是 其实蛮 因家庭而已 就我们刚才有讲到 一些大环境 对这件事情的一些 想法跟氛围 真的落地到问说 那每个家长 要怎么跟小孩子 去谈这个事情 怎么去沟通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 落到每个家庭的情形 而且它也涉及到 你们家 就是亲子互动 比较习惯的一些模式 比如说假设 我举例来讲 有些小孩 可能到外地生活 也许他们很习惯 用IG或者是书信 或者是视讯 跟爸爸妈妈沟通 那但是也有一些 他可能就是 还在家里面的 这个青少年 可能爸爸妈妈 会跟他一起追剧 就像刚刚讲的追剧 剧里面其实就有很多 我们现实生活 遇到的事情 然后或者说 他会一起看看新闻 或讨论一些新闻事件 我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 其实应该是 依照每个家庭里面 他习惯跟孩子沟通的方式 去跟他们去传达这个事情 那但是大的前提 跟大的观念 其实都没有错 就是比如说性这件事情 如果孩子足够到 这个可以了解性这个事情的 这个年纪的时候 他很大的前提 就是说这个事情 是要负责任的 然后你不能够 伤害自己 不能伤害对方 这个是很基本 很基本的要求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从这个大前提之下 可能每个家庭 要去转化啦 转化他们可以跟小孩 讨论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放诸四海 接准的标准 就是绝对不可以 完全不讨论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 把它当成禁忌不谈 那你可能有些家庭 觉得他可以谈谈浅一点 谈谈谈多一点 谈深入一点 或是谈的比较幽默 好笑一点 那个就是每个家庭 他可以自己去处理的事情 我刚才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 未来大家18岁就是成年嘛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 拥有的权利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成年之后就是你自己的 是 因为你刚才讲说 可能大家透过 视讯的方式来做沟通 这是当代社会 很常碰到的状况 可是可能会有 另外一种隐忧就是 呃我们的父母 还是把小朋友 即便在18岁之后要上大学 还是当成一个小朋友 没错 没错 我就有听到一个案例 就是他会打给他的 呃 我因为讲这样 有点政治不正确 但实际上真的会发生在 就是对女儿身上 嗯 爸爸或妈妈会打电话给女儿 然后说你现在开视讯 嗯 我要确定你房间 有没有其他人 嗯 然后你现在开视讯 你把你家里 就是走一遍 嗯 这个画面让我看一遍 嗯 让我看一下 有没有家里有其他人 他可以躲衣柜啊 哈哈哈哈 对 哈哈哈哈 这当然一定 就是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说 诶你先出去之类的 但是 我想谈论台湾事情是说 这种状况好像是 蛮常会发生的 我觉得很 很可怕 因为小朋友 你知道 他已经18岁 他其实就是成年人了 对 那怎么办 这要怎么去沟通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重要 台湾家长 他没有一个 尊重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家长 他们都 现在这些 比如说三四十岁年龄的家长 他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不想要跟我以前的爸妈 我不想要让我小孩 受到以前爸妈 就是对待我的方式那样 但是其实大家 还没有那么快的转化 或是还没有那么快的 去那个的话 其实就会有 像洛毅刚刚讲的事情 这场景发生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尊重 就是说 你其实不是到18岁才要 成年以后 我就要开始尊重小孩 是他一生出来 你有没有开始尊重一个儿童 你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小孩 好可爱哦 然后就去摸他的脸 你有问他要不要吗 身体自主权 是不是 你有问他喜不喜欢要不要吗 那或是有些小孩 就是很害羞啊 他就是可能会躲在 躲在那个就是怀里面 那就硬要逼他说 你要叫叔叔啊 叫阿姨啊这样子 那他可能其实真的就还很害怕 就是我们到底 我们要尊重他这件事情 然后他的一些决定 我是不是都一直帮他做决定 这个是从小就要开始 他不是到18岁才要尊重 就像小朋友他可能在家 可能唱歌 然后可能跟亲戚见面 就是你唱歌啊 你在家不是很会唱歌 给大家听啊 你学英文啊 你不是双语讲得很好 要去跟那个 这个国外回来的亲戚 用英文讲话这样 小朋友可能三岁就开始采一语情 你知道吗 对这个是 我觉得这确实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社会 必须要去反思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看大人讲的其实很好 就是我觉得尊重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从18岁开始 18岁之前其实就要好好去 跟孩子去沟通这件事情 那当然 未来18岁当然是一个断点 就是18岁之后 就是一个成年的开始 大人要先有这个素养 对 那我觉得对 大人要有这个素养 要对小孩子尊重 我们才可以让他成年之后 其实他也成为一个 尊重别的人 也才更放心让他成年 是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戴伦从这个 亲子的观点 来跟大家去谈论 成年之后的一些问题 那跟前几期的观点 其实有很多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角度也不太一样 那非常开心 今天邀请戴伦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戴伦 谢谢洛艺 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